本週的蘋果發布會沒有發布iPhone 12 不過iOS4正式版提前和大家見面了 這次版本最明顯的變化就是 重新設計的小組件和APP支援庫 理念都是安卓早就有的 不過也正像眾多池雷的功能那樣 蘋果總喜歡後來居上 統一的軟硬件生態就是其巨大優勢 當然也有一些功能早就該有 這次只是補齊 那麼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 iOS4的7個全新變化 1.更自由更好看的小組件 先來說說小組件 之前iOS4的小組件只能在-1屏顯示 現在還可以放在主屏幕上 形式上也更豐富,有多種尺寸 上面的信息可以動態變化 統一尺寸的小組件可以疊放在一起 支持滑動切換 蘋果還提供了一個智能疊放的小組件 可以根據場景、時間、地點、日程等 自動顯示合適的小組件 目前Apple Star已經有支持 L14小組件的APP轉取 預計很快就會有更多的APP視頻 小組件或者是說小部件 在安卓上早就有了 它可以讓用戶在不打開APP的情況下 查看APP內的信息 進行一些快捷操作 不過安卓小部件的顯示方式並不靈活 發展了幾年好像也沒什麼變化 這件事讓蘋果來做有幾點優勢 一是接口統一、方便試配 二是形式豐富 可能會吹升一些新用法 比如把地圖、打車應用 點屏的小組件點放在一起 三就是蘋果的小組件做的真的很好 擺在桌面上當個擺設也不是不可以 二iPhone也有了應用抽屜 在此之前 L14的主屏幕非常簡單粗暴 所有的APP都會出現在主屏幕上 為了不讓它看起來不那麼凌亂 每個整理桌面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有文件加收納 有按色系分屏 也有直接按照使用頻率排列 不論是哪一種方式 都免不了一次繁瑣的來回拖動 現在可以說 支持批量整理圖標的功能也上線了 正式版的L4已經發布了 還別說這次穩定性確實不錯 也是時候跟大家聊聊APP製約庫了 這是L4第二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其實就是類似安卓的應用抽屜 可以把一些不常用的應用隱藏起來 不放在桌面 蘋果還做了智能分屏 不過本地化做的不太好 個別APP分類不準確 現在你可以更自由把常用應用放在桌面 其他留在最後一頁右邊的支援庫中 一定程度上方便桌面整理 與安卓的系統部分桌面採用的應用抽屜相比 不可否認 兩者在形式功能上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 卻也有各自的特色 在L4中主屏幕滑到最左邊調出小組件頁 滑到最右邊則是APP支援庫 應用保存在支援庫具有最高優先級 是否保存在主屏幕上則成為了可選 這個邏輯與安卓應用抽屜是一致的 長久以來 蘋果一直都比較注重培養 並維持用戶的使用習慣 這次主屏幕的變動算是較大的一次更新 因此也基本保留了以往的使用邏輯 即使你不知道APP支援庫 或者是不想用APP支援庫 也可以繼續保持之前的使用習慣 在主屏幕中 設置新下載的APP添加到主屏幕 這樣APP支援庫基本只是相當於 在所有的APP頁後多加了一頁而已 在APP支援庫中可以把APP添加到主屏幕 而以往的從主屏幕刪除APP的方式 也多了一種選項 從主屏幕刪除 即僅保存在APP支援庫中 3.蘋果小程序 L4上一個不太明顯的大更新 是蘋果版的小程序 官方譯名是輕APP 它類似微信的小程序 可以在不下載完整APP的情況下 使用一部分功能 觸達入口稍有不同 除了蘋果專門設計的識別碼之外 還可以通過NFC以及信息地圖Sphere來打開 比較有潛力的是NFC的方式 因為蘋果本身有硬件覆蓋率的優勢 如果線下場景能夠有足夠的鋪量 未來只需要拿一份靠近NFC標籤 就能打開向應服務 其實比掃碼更直接的 並且方便兒童、老年人使用 聽APP在國內線下場景的發展 要看將來的推廣情況 就像Apple Pay一樣 它會面臨微信的先發優勢 4.保護用戶隱私 蘋果對隱私一直都很注重 這次L4也不例外 解遷版提醒已經掀起過異龍風波了 應用讀取用戶解遷版時 系統會在屏幕頂部顯示 以此暴露了一些應用的行為 關於這個問題不只能從隱私來考慮 有些解遷版讀取的目的 還是為了提升體驗 L4在隱私保護上舉措還是有很多 應用在調用上頭時 右上角會顯示綠色指示燈 調用麥克風會顯示黃色指示燈 這既是對用戶操作行為的反饋 又能提醒用戶隱私是否被侵犯 功能並不難做 但理念值得你稱讚 還有獲取缺陷時更多的選項 可以選擇獲取一張照片 還是所有照片缺陷 獲取位置時可以獲取大概位置或精確位置 以Sferry的隱私報告等 5對Airpunch無線耳機的功能優化 Airpunch是最近幾年蘋果成功的新產品線了 雖然主要型號只有兩種 一代二代形態變化不大 但是蘋果這次還是通過固件更新的方式 給他們升了個值 一個是Airpunch Pro的空間音頻 能提供類似電影院的環繞聲體驗 就是所謂的空間感 在頭部轉動時可以實現頭部追蹤 虛擬聲場會動態調整 你能感受到聲音依然是從手機的位置發出的 二是設備自動切換 這功能關注度沒那麼夠 不過目前的實際作用更大 它支持Airpunch Pro和Airpunch第二代 會自動識別你在哪個設備需要使用耳機 比如打電話、聽音樂看視頻 然後自動切換 其實Airpunch相比其他的TWS耳機 切換已經夠快了 但此次更新後 你在大多數情況下 都不需要再手動切換了 6.修改默認應用改為第三方應用 iOS中你可以將一部分第三方軟件設置為默認應用 目前支持郵件和瀏覽器 雖然和安卓相比還是不夠開放 不過我覺得這只是開始 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這句話太適合形容蘋果生態了 蘋果開放默認應用的優勢在於 應用之間跳轉會十分辨解 比如第三方瀏覽器 會得到與之前Sphereway同等的跳轉體驗 快且總 放到其他應用也類似 因為這本來就是蘋果封閉系統的優勢 它會提供嚴格的規範給第三方應用 實現統一管理 之前只是沒有開放而已 7.屏幕更多的利用率 最後要說的一些功能算是補足和優化 比如Sphere呼出的界面不佔劇全屏了 iPhone的視頻通話 視頻播放也支持畫中畫 還有卡片式來電 它們都算是同一類 就是屏幕利用率更高了 不過比起安卓做出來的精緻感要更好 另外蘋果一直追求的高效、融合 升級各個都加以實現 L4還讓我們感到最震撼的通用化 同一個ID下能夠互聯互通的東西太多 就像多個設備下使用一個場景 統一風格、元素、配設設計的系統 例如已經通用了的系統元素配布 放置到任何一套蘋果L4都不違和 這點其他陣營就差距過大了 不是靠一個所謂跨屏分享 就能抹屏體驗上的失戀感的 那麼以上L4的一些主要更新就說到這裡 當然這也不是全部 這只是挑了幾個比較重點的部分 其他的話就靠大家去發現了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